我們先從往上蓋的部分 現在我們是只有一斗對不對 如果你要往上蓋 您看一下在這裡 我把它先滾的縮小一下 您可以空擺地方按滑鼠的右鍵 有那個叫做增加樓層 它有兩種 一個是增加樓層 一個叫再相同高層增加樓層 這個很著口 但是簡單來講叫樓中樓 這樣你就比較清楚 所以有兩種 一個是增加上去 一個是樓中樓 你可以從這邊 也可以從平面圖這裡 有沒有一個增加樓層 跟增加相同高層 我們就先用增加樓層 你按一下 你注意到上面這裡 有沒有不一樣的 這裡不一樣 所以它就是第一次要增加的時候 比較麻煩 你要按右鍵 那如果以後你要再繼續增加 你就在這裡 有沒有就可以繼續增加下去了 就比較快 就比較快 你看喔 你現在 它這個軟體是法國的 所以它的一樓 他們叫樓層嶺 然後二樓是不是樓層一 而且呢 我現在在二樓 你有沒有發現 下面有一個是灰灰的 這就是樓下 樓下變灰灰是不是不能編輯 因為你要編輯它 要回到一樓 有沒有還可以編輯 那如果你的格局 是跟它一樣的 其實你可以直接把這個 複製一下 假設有格局 是跟它一樣的 把它複製起來 好 Ctrl加C 複製 回到二樓 Ctrl加V 因為它預設是原地貼上 所以我把它貼上 有沒有發現 我們家已經變二樓了 這樣有沒有簡單 但是前面沒有牆壁喔 前面我剛剛那牆壁沒有複製到 所以這樣這裡是不是就空空的 這樣會不會 那它怎麼複製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我們剛剛複製上去 你從這邊按右鍵 是不是增加樓層 對不對 或者平面圖這裡 增加樓層 就會跑出這個選單 那如果你覺得真的不習慣 叫樓層0樓層1 你可以在這個標籤上面 點兩下 DOT 有沒有可以自己改名字 好比如說這個我叫二樓 那我就把它變成樓層2 好確定 這個叫一樓 我就要樓層1 OK 那重點是 你來看看 我們一個樓的高度是多少 它在這邊 我們本身一個樓的高度是250公分 各位還記得我們的牆壁 預設不是250公分嗎 因為它跟這裡配合 那麼樓地板有沒有厚度 有有12公分 有沒有 所以說它的二樓 就是從262公分 也就是說我一樓地面在這裡 往上到這邊250公分 加上樓層的厚度 是不是12公分 所以我的二樓 是不是從這個地方開始往上 對不對 262公分 開始往上再建250公分 這樣清楚了 清楚這個概念了 好那了解這個概念之後呢 你要繼續挖上去就沒問題了 我們順便把庭院做一下可以嗎 不是啊 那個前面這裡 好前面這邊你就可以把 一樣 你就可以用這個 是不是先有地板 你可以先有地板 再有牆壁嘛 所以我就點一下 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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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結束 咚咚 這樣有沒有一個突出來 但是這樣很危險 還是要常常到樓下撿牆 所以你要有柵欄 對不對 把它圍一下 那不要忘記了 我們牆壁 你要用弧形的是不是也可以 對不對 因為有的那個前面 是不是就用坐這樣 稍微突出來 好這樣也可以 那如果沒有你就咚咚 有沒有這樣就出來了 可是呢這樣是不是四面牆太多 而且牆太高 沒有關係 我就把裡面那個牆 看你要不要保留 你如果不保留 也沒關係 那我把外面這個牆 咚咚 我把它變矮一點 120 這個旁邊這個 變120 有沒有這邊都降下來了 這樣應該比較有感覺了 另外這個也是一樣 咚咚兩下 還不是這裡 咚咚 120 這樣就下來 不過就是那個牆的接合的點 你要自己注意一下 有沒有 這個 裡面這個 這樣過OK 你可以用方向鍵 稍微微調一下 用方向鍵 這樣也可以動 在這邊 可以稍微微調一下 你的牆壁就不會 就是像這種 有沒有牆壁這邊就沒有接好 這樣有沒有很清楚看到沒接好 就是要留意一下 這裡 靠進來 靠進來 因為其實牆壁最怕就是 有這種 差一點點的 你在這裡看覺得還好 可是你真正輸出的時候 那個就會很明顯 那個牆壁如果你差一點點的話 效果就會差很多 好 這樣往上蓋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可以 所以如果你要再往上蓋怎麼辦 再繼續啊 再把它框起來 好 我就把它敷起來 數不用齁 數不用 所以我就 框到了按住shift 就是加選或減選 好 Ctrl加C我再增加一個樓層 好這叫樓層三 Ctrl加V貼上 Ctrl加V貼進來 這樣有沒有就三樓了 這樣瞭解 好像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往上蓋的部分 但是我們好像有少一個東西 叫做什麼 欸你刀的門老推 要吧要有一個樓梯齁 所以我們找一下它有一個類別 真的叫樓梯齁 類別裡面樓梯 他們家樓梯很多種 老實講樓梯其實是最佔空間的 你要真的最佔空間要哪一個 旋轉梯最佔空間 因為它最小 可是不好爬 拿東西不好拿 但是重點來了 請問樓梯 假設一樓到二樓 樓梯要擺哪裡 擺一樓還擺二樓 欸你們家樓梯應該是擺在一樓吧 對不對 一樓到二樓嘛 所以呢我們還記不記得 我們的門跟窗 是會自動把牆壁打動 我跟各位講樓梯會自動把地板打動 所以你挑好一個你覺得適合的樓梯 好比如說我這個 找我看看 這個扶手 有這個扶手的丟進來 老實講這個很難放 假設放這裡 這樣有沒有一個樓梯上來 有了對不對 你看一下二樓 有沒有自動挖洞 這樣你了解了嗎 好所以他的樓梯會自動挖洞 會自動挖洞 那你再旋轉 旋轉旋轉 有沒有 我再轉它有沒有 再挖另外一個洞 這樣應該就了解那個意思了 所以我們這樣子看 不過這樣 反正不管你怎麼轉都會裝到牆壁 這叫規劃不好 所以空間 可能這個就要改變一下 所以你到三樓 是不是就把樓梯放這裡 就可以再上去三樓 一樣的道理 所以你如果往上蓋的時候 你就可以像這樣 那有一個情形 倒是老師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如果你堅持 我就是需要樓梯擺這裡 可是我的扶手方向 扶手的方向我要換到這邊 請問可以嗎 就是我扶手不要放這邊 我放另外一邊 怎麼辦 你錯誤旋轉的 旋轉可以 但是問題是 一轉是方向就變了 所以我們不能用這個方法 那怎麼做 點養一下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功能 叫鏡射 鏡像 也就是像鏡子一樣 左右點倒 有沒有扶手換過來 所以有些模型 你如果說剛好它是這個方向 你就可以用鏡射的方式 這樣轉移一下 這樣就不用改變它的角度 那些就直接可以用了 好 OK 所以我們往上蓋的部分就好了 那對 順便提一下 會蓋房子一樣 會拆房子嗎 小朋友蓋房子也很厲害 拆房子也很厲害 所以萬一你這一種不要的 你在這個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可以刪除樓層 你就可以把樓層刪掉 而且你順便提一下 你在三樓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三個樓層 你在二樓 有沒有發現只看到兩個樓層 你在一樓 有沒有發現3D只剩下一樓 為什麼 因為這樣你才可以編輯裡面 可是如果你希望說 不管在哪個樓層 我都要全部看到 可不可以 可以 請你在3D這邊按滑鼠的右鍵 有沒有看到 顯示所有樓層 也就是不管你在哪一樓 我全部樓層都要看到 這個是通常在什麼 只有在你要做動畫 做那個 就是高品質影像出色的時候 比較需要按下去 所以不管你在哪一個樓層 有沒有全部樓層都看到 這個是有時候你會有這個需求 那他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叫做修改3D視點 因為像你這樣子的時候 有一個小缺點 我今天要擺家具 你有沒有發現每次都要這樣 偷偷看 有沒有 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 不要每次都這樣 用窺探的方式 有 你可以按右鍵 有一個叫修改3D視點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做牆壁透明圖 老師有沒有看過以前有一部電影要儲滿的事情 你知道 他做的所有事情大家都看得到嗎 這裡就是那個概念 有沒有他們家牆壁變透明了 所以你在擺家具的時候 是不是不用這樣看 是不是可以這樣看 對不對 你就稍微知道說 擺進去大概從不同角度看是怎麼樣的感覺 這樣可以嗎 好 就按右鍵修改3D視點 你可以設定牆壁的透明度 你如果全部透明 他就是連地板都變透明了 連地板 牆壁跟地板 有沒有全部都變透明了 好 所以這個 你可以在編輯的時候 可能有些時候就有需要用到 可能有些時候就會有需要用到 可能有些時候就會有需要用到 谢谢观看